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世线MD平台的动作游戏 霹雳双颈 霹雳双颈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艺名 实际上这款游戏的名字应该叫做机械警察 甚至是机械战警 我之前给大家录制过这款游戏的街机版本 但是事实上在1990年左右 这款游戏出现在了七八个主机的平台 当然了,有很多主机是比较冷门的 或者是咱们小的时候接触比较少的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街机的版本 还有世线MD的版本 这两个版本相差的非常大 街机版的关卡数量比较少 系统方面也没有世线MD版丰富 所以MD的版本不应该说是移植 而是重置 这里是第一关的boss 世线MD版的流程一共应该是八关 这个流程也比较长 其中前两关是使用人类的形态 后面的六关就要使用战斗机甲了 战斗机甲也是本作的核心系统 等穿上了之后再给大家介绍 本关的地图是分内外两层的 外层主要就是驾驶轨道车 从缺口跳到内层 前两关的难度不高 主要就是给玩家练手 其实真正练手的关卡是第三关 因为第三关才穿上机甲 而机甲的操作和人类状态下 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的关卡设计 其实让我想起了雷霆任务 人类的形态只有一种武器 就是现在的小手枪 能够拾取的道具 也就只有浑雪道具 下方的武器栏有五个空格 后面的四种都需要有机甲 才能使用 并且你需要拾取到这种武器 拾取之后 后面所有的关卡都能用了 它在关卡之间是继承的 这一点还是比较好 轮着流星球的怪要打四下 它这个形象让我想起了腐蚀之屋的主人公 为了捡个道具 直接踩到坑里了 前方BOSS站 打两个机器人 蹲着打比较安全 因为BOSS蹲下来发射的子弹 你也能够打爆 操作的手感还是不错的 你蹲下的情况下 也可以转身 有的动作游戏 尤其是老派的动作游戏 蹲下之后是不能转身的 想要转身要先站起来 第三关就已经穿上了战斗机甲 这里我捡到了一个新的武器 这个武器是等离子枪 你一段时间不发射 它就开始蓄力 现在又捡到了火箭弹 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飞行冲刺 这个飞行冲刺 是可以向任意的方向的 你甚至按住跳跃键不松手 它可以在空中悬停 悬停的情况下 是不消耗能量的 但是如果你在空中冲刺 就需要消耗屏幕 右上角的燃料表 我现在捡到了一个火焰喷射 火焰喷射是一个超级武器 捡到之后只有一发 放了就没了 再想放需要重新捡 如果你想发射这个武器的话 需要右上角的燃料表 攒买才能发射 这个boss就是在他放电圈之前 使用蓄力攻击 把他嘴堵住 他张嘴你就射呀 我还有一种武器没拿到 没拿到的这种武器 叫做超级射击 形态是一起发射三颗子弹 而且这三颗子弹比较密集 不是散射的 第四关来到了一个实验室 这个关卡阶级版本也是没有 阶级版和加用机的版本 可以看作是两个游戏 其实不只是阶级版和 试加NB版本 它的差距非常大 试加NB版和其他的加用机版本 差距也很大 当年其实游戏机有很多 互相之间 机能相差甚远 所以即使是同一款游戏 出现在了不同的主机平台 也表现的完全不一样 穿上机甲之后 血量的最大值上升了呀 现在是八滴血 人类的形态最大只有四滴血 如果选择高难度的话 好像只有两滴血 火箭弹是一个多段的攻击 但它的攻击轨道是下沉的 贴着地皮 有一点像沙罗曼蛇系列的 向下的那发子弹 捡到了一堆补给 本关的boss战 这个boss有三个弱点 一较直观 上中下 各一个灯泡 几乎就是拼血打下来 但这款游戏不建议大家和boss拼血 因为你被攻击之后的无敌时间非常短 很容易就造成连续的掉血 第五关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从本关开始 大量的考验玩家对机甲的悬浮操作 在空中各种喷射改变方向 空中的悬浮还有冲刺 如果掌握的不好 这款游戏是没办法空关的 所以我估计第五关 很多小伙伴就会表示 当年止步于此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机制 咱们要踩着这些台阶 它就相当于一个传送带 可以把前面的机关打开 但是你不能踩发光的 发光的踩中之后掉血 地面的踏板有两种 一种是红色的 一种是蓝色的 应该说是蓝色的 它是蓝色和绿色交替闪光的 红色的如果踩中了的话是掉血 你可以理解为电网 蓝绿的踩中之后是回复你的燃料表 所以如果是高手打速通的话 这关的燃料如何分配 也是需要考虑的 但是咱们普通的玩家 你考虑通关就可以了 一点一点的往前走 不要着急 冲刺少用 这里是一个固定的平台 很多地方踩着它过不去 你只能利用一下空中的各方向冲刺 类似的平台在超级麻料系列里边也见过 尤其是三代开始 下面都是电网 蓄力攻击的输出非常高 而且它蓄力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空中冲刺的操作就是按住跳跃键不松手 然后再按方向 当你的燃料表 红色的部分消耗干净了 那就冲不动了 这里是一段剧情 给机甲冲入大量的能量 机甲已经变红了 现在在空中冲刺是不消耗能量的 这个设定是比较特别的 整个游戏流程当中也只出现了这么一次 给大家演示一下火焰喷射器 之所以在这演示就是因为 它不消耗你的燃料表 因为燃料表已经锁定了最大值 BOSS的弱点就是那颗眼球的位置 这个BOSS攻击手段还挺多 其实最怕的就是他的冲撞 第六关是在下水道 上一关的地形比较复杂 本关给玩家缓一缓 主要就是上下两条线 这里捡到了超级射击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把枪 这把枪打本关BOSS比较好用 虽然平时你看他的射速不快 但是如果是贴着脸射的话 那他射速还有输出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因为上一发消失了 他下一发马上会出现 BOSS战 就是一只机械如虫 这个BOSS你需要把它身上 每一个关节的眼睛都打爆 所以有的时候打起来 还是比较麻烦的 好的打完 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吧 咱们的主人公叫做 小天公爵 或者叫做奥达公爵 他是自由之城的网络警察的新手 所以在前两关 他是以一个新手的形态 在办案 立功升职之后 才获得了战斗装甲 比方的这个势力 简称叫做EYE 是突然出现的 宣布要接管自由之城 主人公打到最后才发现 EYE的实际领导者是人工智能 并且这个人工智能 也仿照主人公给自己造了一套战斗机甲 结合近两年 EYE的飞速发展 真的是细思极恐 这款游戏开发的时间 可能是1988年 后来早在30多年前 人类就已经意识到了 人工智能 潜在的危险 不只是这一款游戏 包括大家小的时候 经常玩的 冻装鸡兵 里边的诺亚 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 类似世界观的游戏 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在弹幕 或者留言里边补充一下 这个地方利用到了 类似于俄罗斯方块的原理 这两个方块落下来 把下方的平台消掉了 我没有燃料表了呀 要等待慢慢恢复 有红色的部分就可以冲了 现在血量是满 电梯就走到这了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分支 这里可以拿到火焰喷射器 本关关卡的结构也比较复杂 刚才捡到的是 回复你的燃料表的道具 传送门有两个 要进左边的 右边的会退回到 这个版面之前的位置 前方不远应该是boss炸了 本关有三场boss战 之前有一个钻机 然后这里要打第二关的boss 两个机器人 随后才是真正的关底boss 战斗机甲蹲下来射击的打点有点低 如果是人类的形态 可以把boss的子弹抵消掉 这个boss一共两个形态 二形态就开始跳了 两种打法 一种打法是贴脸 快速的拼下来 第二种打法就是找机会 涉及它的弱点 我推荐第二种打法 因为第一种打法 如果你贴脸低时间 位置没有找准的话 会损失大量的血量 boss不动了就算是打完了 这里的目标是问号 敌人的本体不明 要见到了才知道 这个地方要换火箭弹 因为它是向下发射 和前面的关卡相比 本关的结构相对简单 咱们下到最底层 就是最终boss战 而且最终boss也不难 我感觉这款游戏的难度巅峰 出现在第五关 也就是大量考验 玩家飞行冲刺那里 火箭弹这个武器 感觉就是为这个版面而生的 射速太慢了 敌人多的话 感觉有点 忙活不过来 给了一个回复道具 最终boss一个冲刺跑远 在屏幕外应该也可以打到的 这个人工智能显着太呆了呀 可能他并不擅长战斗 把他的血量打没之后 他会发动一个火焰喷射 他发动火焰喷射了 基本上就等于通关了 然后就是剧情杀了 以人类的形态 两枪带走 通关 那好吧 这样一款世家mb平台的动作游戏 霹雳双颈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